很特別,因為以前是單傳毒獸 那這個一波在以前是非常寶貴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認為說我們得到這個法寶 一定他大概有個認證 那這個一波就是當時的認證 那這個認證如果有的話 大家就知道他是什麼 他就是六祖惠仁大師,他就是祖師爺的 那祖師爺講得好